Chartin的首輯 哈囉大家好 我是要貝阿飛 Josh OK 好久沒回到這個場景了 就知道我們在這邊就要跟大家來看比賽 那我們今天要看什麼比賽勒 因為之前其實我們立即風雲有介紹非常多的選手 那有幾個人特別的人氣比較高的 那也是爭議最多的 像納曲團團隊的比賽 很多在下面嘴阿 我以為你說大牙 啊不是大牙 大牙沒有什麼懸念 天星的比賽 很多人覺得 這傢伙是不是都是靠愛國裁判 爭議最大的就是跟 我們的戰神羅當達那一場 五回合的大戰 結果有人講說 羅當應該要贏大家 這個勝利是被幹走了 然後也有人覺得說是 Nashyuan天星應該在 有效的攻擊數上面比較多 應該是Nashyuan天星贏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麼到底是不是這回事呢 我們今天我們兩個 就陪著大家一起看下去 OK 我們今天來看這場比賽 就是羅當對上Nashyuan天星 可是其實啊 這時候羅當還沒有加入完 嗯 對 所以他那時候在 亞洲區還是 也沒有那麼知名啦 應該是說因為這一戰已贊成 對啊 畢竟日本的力技平常在世界還是 還是在頂峰的這個位置 對啊 而且那一段天星這時候 其實也是無敗的狀態嘛 其實算是正要往上提升的 一個階段嘛 在2018年6月份 6月中打這場比賽 可以看到這前面其實 就是Nashyuan天星的這個T拳的這個速度就比較快 我想Nashyuan天星 還不曉得他接下來會遭受到什麼樣的反應 沒錯沒錯 所以他還是很保持他一貫 很冷靜 帶點屌屌的這個態度 哇 這個Body Shop 畢竟他平常在T拳規則比賽裡面 大部分是打三分鐘三回合 那這一次的這個比賽呢 是三分鐘五回合的賽制 比較接近像之前 比如說 呃 泰拳 的一個 節奏 那其實 對於Rodan來講 他當然就是泰拳出身的 那對於這樣的速度 可以看到他 他在這裡就已經可以顯現出他 非常戰意濃厚的那個 配合量 嗯 那等一下也可以在這個比賽裡面 其實看到非常多多當中 接受攻擊之後他是 表現蠻不在意的那個態度啊 其實在整個氣勢上面來講 是比Nashyuan天星是 強大非常的多 其實大家可以看Nashyuan天星 他從 這是2018年的比賽 到現在2020年的 他的攻擊的模式其實 還是 其實老師講 並沒有變太多 嗯 這個飛 他的前手 前手勾拳接後手 打Body shot 再接一次前手勾拳 然後一個C狀 他很常打這個組合 嗯 而且突如其來的這個飛錫 其實算是也算他的招牌 對 他另外來講就是說 你會覺得他應該是拳腿 蠻佔大多數的 其實我們前一陣子 幫大家做一個 那個主題就是說 他的KO絕技 其實意外的 飛錫這個 這一個 殺招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多 可以看到這個反擊 那一樣 Rodang是硬吃下來 蠻不在意的樣子 Shake it off 頭搖搖就過去了 可以看到Rodang還是一直在壓迫 三拳 慢慢的在壓迫 慢慢的在壓迫 可那群團也沒有說很急啊 因為畢竟這樣子 漂亮 剛剛講的是要打三分鐘五回合 對於比較不習慣這樣子賽事節奏的 那群團來講可能是比較大的考驗 欸大家可以注意看 Rodang他的這個低邊腿 他其實不會 不是用很全力去掃低邊 而是有點像Soccer Key 像踢足球一樣 他上半身都還是保持很正的狀況 準備 那就算天心的反擊 剛剛第一回合結束就是 雙方還是 有點在試探試探啊 因為畢竟 五回合嘛 不會我一開始 就像三分鐘三回合的比賽 狂吹 那 比賽應該我們 因為我們判斷來講 可能在第三回合 第四回合 會打到一個最 激烈的一個狀況 現在Rodang已經換成的 換成佐皮爾的打法了 佐皮爾的打法 去應對娜徐端天心 漂亮 必須講天心的這個連拳 拳是非常的犀利 如果現在在日本國內 這個 中彈 在日本國內 你說可以 他那麼高速的 輸出的踢拳選手 真的是很少見 那 很喜歡大家來比 是無尊嘛 但無尊的攻擊模式 又跟娜徐端天心 我覺得是有點 是不太一樣的 還是很差異 因為變成無尊 他可能是以連續勾拳為主的 這個主體 打的比較是 像是破壞力比較大 哇這個前陣 對 那娜徐端他其實是講求精準度 對 準確度 然後速度很快 而且外加他的 腳步位移 嗯 我覺得是他可以在 現在目前在日本國內 一直在很頂峰的一個關鍵 那 那 近幾年 比如說 哇漂亮 非常漂亮的一個 全接 來來來 哇兩邊在互換了 硬吃 哇這個可以說是這一場 名場面之一 正夠 哇樓唐 欸這個 你看神經有問題 神經有些 這個 看這個護轟 忍不住想要拍手 所以我看很多遍 好球啊 非常厲害 好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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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吃 真的是 以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能夠 他的臉都已經被他 打過去 摔歪了 他有很強 很強壯的下巴跟脖子 沒錯 欸 其實後手拳他都抓 實際抓得很準喔 現在你看神經現在 從剛剛的主動變 再更被動 再多被動一些 反 都完全以反擊拳為主了 喔漂亮 後手中了 比較可惜 因為這不是泰拳比賽 變成說你進入clinch狀態的時候 在一定程度上面 當然沒有像K1抓那麼緊 但是還是會被裁判終止 這個比賽就重新開始 欸 漂亮 你看 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個比賽裡面 那一雙天心只要抓到那個空檔 他飛吸就突然跳起來了 他不會一直 一層不變的打 他還是會偶爾出一些奇招 喔漂亮 喔那一雙天心很漂亮的閃躲出來到場中央 所以腳步 腳步控制上面 這個你看 萬兔都接得很準 退擊接反擊 漂亮 再一個少 重心就被崩解掉了 在技巧上面來講 無庸之盈 那一雙天心還是非常的在上風 漂亮 但是以整個主動攻擊的一個氣勢上面來講 第二回合 Rotong已經充分展現出他的一個戰鬥的一個個性 對 而且以往以天心的選手 剛剛打過那一回合 應該沒辦法像Rotong 應該已經被擊倒了 對應該被擊倒 或是至少體力已經沒辦法 對在中間換拳的那個時候 其實應該已經有一兩次擊倒了 你看你看現在Rotong已經要大局穿 再主動一些了 因為其實打反擊拳的確Rotong會失虧一些 漂亮 你看像是吃兩拳 一個勾拳直拳 之後他還的是一個低邊腿 漂亮 nice nice 這挖肚子真準 漂亮 那一雙的後手真的準 像這一個高邊腿 再接兩個左勾 前手勾拳直拳 他用拳道打自己臉的力量可能比那一雙打他臉還大 我相信以那一雙來講他會覺得說 這個人為什麼我沒辦法敲到他 在整個我覺得在心裡的這個意志上面來講 我覺得是會受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他會覺得說這個選手我發現 我過往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對付這個人 但是這場比賽卻沒有辦法 大家注意看那一雙的表情已經跟第一盒差非常多了 而且你會發現他的在腳步上面已經沒有像前兩回合這麼靈活 稍微會被定在原地去做一些互換的一個攻擊 他光是做接腿的後手直拳這個已經做了至少20遍了 但是就是敲不倒他 每一拳都敲在下巴上就是敲不倒 沒錯 大家注意拳的力量已經他只掉到70%了 但是這個消耗我覺得必須講 羅當非常聰明 先把這個節奏緩下來 然後進去先去把這個 對方控制住 很好的一個 漂亮 真的腳步 腳步定住了 左腿之後再接一個拳 其實這就是羅當想要的 就是希望那雙在原地跟他換拳 換拳 就是我們常在講的Pocket Fight 就是站在那個Pocket裡面互換 其實這個隊那算是不利的 你看他過往他 前面兩回合他都會用Rolling的方式落掉 但是這一回合明顯腳步少很多 然後嘴巴一打開已經開始喘了 沒錯 我必須講說 這個壓迫對一般人來講 其實一般選手來講已經是 哇 還有力量很像丟他 沒錯 對 你看像這個泰式的clinch摔 我必須講他上來一定有 非常大的一個體力的耗損 其實那雙天可以多一點前踹啊 其實可以多一點前踹 他真的是 不要讓羅當一直進來 漂亮 閃料了 全感還是很好 對 只是說他這個 這時候腳步 就是應該要 稍微再讓他 注意一下他的距離 我現在好像沒有什麼時機給他用三角龍拳 欸漂亮 漂亮 三角龍拳用一下 這樣比較好像沒用出來 因為他可能沒有這個空檔 沒這個空檔 你可以看到剛剛Rotong他站在身邊這樣叫 其實老實講 這個比賽的氣勢現在已經慢慢移過去了 他非常會操控整場的氣氛喔 比日本的觀眾 日本的這個主辦賽事都還想 比他其實真的是滿聰明的啦 嗯 沒有那麼沒有那麼笨啊 他知道怎麼控制整個場的氛圍 包括他 跟天心叫囂啊 叫他 叫他往前打積極點 其實這都是控制比賽的一個方式 沒錯 漂亮 老經驗喔 哇像 這樣子一個連擊 我可以講說那雙天還是速度非常快 而且很準 短期間就是拳接 七狀 然後再接一個拳 然後之後走完之後往外繞 你以一般來講 真的說你說現在放眼全世界有這個速度的 真的是找不到啦 所以大家很常會在我們的影片裡面去 去質疑那種感覺說啊 是井底之蛙啊 在那個日本國內自己去稱王 真的喔 有人這樣講喔 很常有人這樣講 但是我覺得 我必須平心而論 我覺得在 在每個國一定會有自己所謂的主場優勢 一定會有 那日本當然一定會 也會有 因為畢竟他的這個 身份來講 又是更明日之星的 需要被塑造的 但是你平心而論 他對決的這個選手的強度 還有他打過的選手 哇這個捨身踢 這是他的指招牌 還是敢用 在第四回合 你必須想說這個膽勢 真的是我覺得蠻敬人佩服的啦 那研究到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 漂亮 只是在日本裡面是國內王而已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其實我覺得可以更客觀去看 對啊 漂亮 我相信如果當這場比賽這樣子打 你看他現在加入ONE之後 打的所有比賽 所有人跟Johnson Hackett 打的第一次的比賽 可能有像這樣子這麼捷徑之外 其實 沒有像那一段天心跟他這麼有對抗性 我必須講 那你難道講說 那天心如果今天他真的放到ONE裡面去 他沒有競爭力嗎 我不這樣覺得 KBOX應該是有的啦 他絕對還是有他一定的這個實力 而且剛剛 天心很聰明喔 其實剛剛他並沒有被踢到當 他趁機休息挑個 你看他現在速度有拉起來了 速度就有拉起來了 腳步就比剛剛輕盈很多了 抓到那個休息的時間 那你自己看的話 他現在這個年紀 這時候可能差不多20歲上下吧 差不多19、19、20 對 他今年 現在是21、22歲嗎 漂亮 以那麼年輕的選手來講 呃應該說對戰世界的強者的這個經驗累積非常的快 他一定沒有想到他遇到這個泰國選會這麼難打 沒錯 而且羅章也是因為這場之後 被直接被捧上天啊 泰國的破壞神啊 戰鬥神 哇這個稱號就是真的是一直是加上去 真的 這場是改變他命運的一場比賽 沒錯 這個 你能說跟他拿到現在1的這個腰帶沒有關聯 這絕對不可能 對而且因為這樣比賽結束之後 其實 他們兩個本來要再打二番戰 原因是因為那時候要找羅章去打 有沒有 沒錯 這是他非常招牌的 還有一回合喔 他還是要叫一下 不是最後了 所以他等一下結束會叫更大聲 第五回合 你可以看到這個第五回合 整個氣勢上面來講還是非常的高啊 這幾乎看不出來是 日本人的組長 沒錯沒錯沒錯 哇 這個工程 還是造化 沒錯 麥克風都收到他的叫聲音了 太帥了 可是你看剛剛那一波 你看那局團在裡面的有效打擊 還是很高啦 還是比較高 真的還是比較高 只是說 羅章他是硬扛一下 然後 表現他的氣勢我沒被擊到 那 在 經由這個 心理層面進行 對那一川那邊進行打擊 他就可能沒 不敢這麼主動 然後變成說 在後面可以拿到一些優勢 好這個 看出來 羅章打的肚子都打得很準 那一川有被影響到 好現在他現在攻肚子了 中邊腿一樣是打 打右腹那邊 哇踢頭漂亮 你看 這有中喔剛剛那個 肚子肚子 頭 欸漂亮 動不起來 動不起來 對他肚子真的有 右腹實在 而且你看看那局團的手 越來越低了 對你看右腹他手越來越低 剛剛挖個肚子之後 邊腿 你看 一樣 持續技術觸步 你看 在這場比賽裡面 你還沒有看到那局團天心 主動去爆對方嗎 沒錯 他現在其實他嘴巴笑 他心裡是哭 怎麼說 你看 羅唐還是給一個非常強大的壓迫 漂亮 他現在 羅唐一直在打他的腹部 哇 nice 這個底邊腿 腳蹲動 漂亮 那在前幾回合 剛剛那個是可能被踢一下 他已經繞出來了 剛剛已經是在原地被 兩三波的攻擊之後 才慢慢移動 已經有點在體力有點點 消耗也有點 而且羅唐他解讀比賽非常正確 剛剛擊打肚子 有一定的效力 當然知道 擊打到下巴 你起來你可能很快就可以 喔這個肥心 回復 但你打到肚子 你會持續很久 沒錯沒錯 因為在喚氣呼吸的一個部分 還是會影響難打 你再打到一次 你那個感覺又回來 跟你打到下巴是不一樣 漂亮 這高 看到羅唐 前四回合其實沒有什麼高邊腿 中高邊腿很少 那在這一回合其實多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那一段天手要有低位 那其實在這個 碰撞的攻擊上面來講 可以說是非常有效 這個不錯 馬上站起來 抓到 他想要去消耗一點時間 但是沒想到 當然你知道他的用力 趕快站起來不要讓他得逞 趕快去做追擊的動作 現在那一段天真的很被動了 場中央 這兩段 第五回合開始整個慢下 輸在剩下之前的五成不到 對 幾乎沒辦法再打上第一回這種反擊 這種漂亮反擊 沒錯 如果你以前三回合的來講後 必須講 可能差不多從第三回合 中後段開始到第五回合 都是算數都當的 回身邊拳都用了 這個很少看到他用回身邊拳 沒錯 蛇身可能差不多要用出來了 欸欸沒了 好多回合 這個看起來 真的是 五五波 我啦真的是五波 因為 第二 應該說三之前我覺得那一段天心 贏的 贏的比較多 但是三之後 後面四五回合太決定性了 現在是四九比四九平喔 四九比四九平 我鬧心上天心非常不安 走來走去 十八 四九比四八 五波 光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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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給漏蕩喔 光頭哥 光頭哥排給漏蕩喔 光頭哥排給漏蕩喔 四十九 五波 哇第三個排號也是 四九比四九平 那你看 光頭哥排給漏蕩喔 光頭哥排給漏蕩喔 所以你其實可以看 我必須講啊 因為這個是大一段天心的主場 在日本 大家愛國裁判我們之前講太多遍 但是 兩個判評 一個判了 柳章勝 其實我講真的 這樣比賽是柳章勝的 因為 他 可能我今天真的是有助長優勢 我這個裁判 還是給娜娜天心比較多的這個肯定的話 現在這是 賴酸天心的妹妹 看得出來長得 很像 六回合 第六回合 這真的硬啊 這是他人生應該最硬的一場仗 真的 你看你現在還在前面 太厲害了 我覺得ROTON的 我覺得ROTON他操控比賽的氛圍 真的是有天賦啦 真的是有天賦 漂亮 還是反擊的漂亮 還是很主動 他知道說這個回合 他一定要展現非常的主動他的辦法 贏下這場比賽 不然的話他剛剛其實已經贏了 那既然 裁判現在要讓他再多打一回合 他沒有辦法再維持剛剛的強度的話 他一定會輸 對 他自己知道 他必須要更積極 但是他沒辦法 因為對手壓迫更大 一個挖圖機開進了 你還是得退一下 沒錯 那天心其實在中間剛剛在判法 就是判分的這個過程中 也是獲得一些時間的休息 所以你會看到他在腳步的輕盈度上面來講 又比第五回合稍微恢復了一些 那剛剛去做比較多 反擊 反擊的這個節奏上面的一個 表現 這個也有 肚子 其實頭 漂亮 還是一個高邊腿 那雙鑫鑫還是用了0.01秒 把手摊開高速 就是ROTON說我OK 漂亮 還是躲得很好 這個腰 哦 漂亮 很可惜啊 因為這個是不是泰拳比賽啊 畢竟說這個動作你只能說 稍微去消耗他的體力 跟節奏上面不要讓他那麼順暢 這泰式景象鋪的威力就在這 兩邊的攻擊輸出也開始慢慢慢下來 漂亮 那現在就變成說是在節奏上面的一個掌控了 所以第六回合ROTON 反而在摔法的部分就回到泰式的摔法 對 可能我覺得應該也是 在體力上面已經有耗損了 所以你說在攻擊速度上面來講 沒有像前面有辦法那麼順暢 對 因為大家都想要 有質量的攻擊啊 打進去要對方要有感覺 所以他不會以量為取勝 以質為取勝 可以看到現在 第六回合加賽已經要到後半段了 漂亮 然後我覺得這個在上面 誰比較有效打擊比較多的話 可能會 佔有比較大的優勢 但我覺得那跟天晶 就在等於後半段 他前面其實是牽制 可以看到前面 你看 在後面已經有點 Rolling Thunder 這時候 再做一個捨身 又可以再賺提一些 恢復的時間 可以看到ROTON開始有點長 剛剛那波我們撐不住 吃一腳之後接兩腳 ROTON的中邊腿比較沒有什麼力 還是往前走 還是往前塞 漂亮 這扮得漂亮 但是我覺得在 你看 你看 完全沒力了 頭都摊在那邊了 完全沒力了 浪空天心 沒錯 那我必須講 後面三十秒 他真的表現不錯 對 對 有掌握到那個 ROTON再怎麼樣 他現在還是非常有力 的叫 對 沒有知道你的氣勢要起來 氣勢要起來 你看 兒子已經沒力了 老爸要帶為 那個 宣洩一下 你知道嗎 宣示一下啦 然後 趕快跟他講說 你趕快把手舉起來 我想他們應該在準備 看有沒有可能在打第七回合 沒有這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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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都合不起來了 真的嗎 T拳比賽當拳擊在打 真的 六回合 對 大陪亂傳 其實ROTON是在準備 下一回合比賽的 你看他嘴巴已經關不起來了 太缺氧了 我跟你講 現在天心一定 10比9 判給 娜徐川 其實你這樣聽第一個裁判這樣判 大概就知道差不多了 10比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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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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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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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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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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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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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前面五盒我剛才已經講到 其實再重複一次 兩個判評 一個判給Rododong 其實這場本來應該是 也不用打延長加賽 Rododong應該贏了啦 如果今天他是在一個第三方的 比賽場地的話 Rododong應該就是贏了 Rodong應該要直接贏了 那因為有這個主場優勢的關係 進入到延長加賽 但是我們單看延長加賽來講的話 的確派給那段天津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五回合比賽其實很少再去 加一延長賽了啦 因為之前可能Rodong的一個節奏 他也是習慣泰式的節奏 你勢必在中間會有clinch幾項鋪的部分 去拉慢這個節奏 可是你現在變成是連五回合連六回合 我都必須要全角去做一個很大量的輸出 其實說在我們在第六回合後半段 也看到他基本上也沒有辦法做攻擊 其實前面五回合Rodong的打法 並沒有用泰拳的打法 其實他輸出的頻率也比一般泰拳選手高很多 那我們基本上你要第六回合的時候 你前面一回合就等於說沒有發生了 你第六回合就單獨一回合來看 天津晶就是贏了 沒錯 OK 那這個當然是我們的看法啦 那有很多喜歡兩位選手的朋友們 其實也在下面都會有很多的留言互動 那我希望說重新帶大家來看這場比賽 或許大家會有不同的解讀 那也可以結合我們現在 其實兩位選手目前現在的發展 可以更全觀的去看這場比賽 我覺得會對於兩位選手的認識 我覺得會更深 也可以對於解讀比賽的能力啊 或是你應該怎麼樣真的去看門道 而不是說看熱鬧 對阿看熱鬧 你看比賽可能就沒有辦法抓到那個很精彩的精髓 我覺得就會稍嫌可惜一點 其實我們也沒有說 我跟阿菲沒有說我們比較喜歡Rotong 或是我們比較喜歡貼心 因為這兩個選手他在他們的領域 對我們來講都是頂峰的人物 我們都非常喜歡 都非常喜歡他們 那他們因緣機會比上這場比賽 我覺得也是給我們一個 就是等於說2018年我覺得是最精彩的一場比賽 對然後當然也比較可惜的就是 因為本來我剛剛在比賽中間有講 他其實2018年他們本來要二番戰 他們是要打RICE的 然後2019年他們本來是要打世界錦標 但是呢 因為Rotong被 被牽走了 所以就沒辦法參加 因為不然是說 在比賽期間跟他們有衝突 所以就不放人 後來就是Sakim 地補 那時候當然也跟那順天氣 也打得蠻精彩的一個五回合的對決 對所以這有點可惜 然後本來是講說在2020年 今年本來ONE的東京戰 有可能會促成兩人打這個二番戰 可是今年也知道疫情的一個關係 所以全部的整個賽事的節奏也打亂了 那那順天天心在今年呢也講說 他其實在打不過10場 可能要轉去打職業拳擊 所以這些那順天心可不可以跟Rotong再打啊 甚至跟武尊有沒有機會打呢 這些都會是 我覺得未來兩三年 我覺得大家更關注這件事情 我覺得Rotong這場比賽喔 不管他贏或輸了 這場比賽對他來講 我相信都是假變他人生的一場比賽 沒錯 天心他還在日本當他的王 可是Rotong已經是世界的王了 沒錯沒錯 已經是世界的王了 剛剛在比賽中間也有提到啦 其實你說以這個賽事的這個激烈程度 Rotong在ONE也發展了兩年多 其實沒有遇到這麼強力的一個對抗 所以你說那順天心的實力 到底是不是只有躲在日本裡面 我覺得大家這個問題 也可以用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下去去做分析 我覺得可能會對於整個視野上面來講 可能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 沒錯 OK 那也歡迎大家留言做討論 我們下次見囉